那么现在我来说说这个简谱中音高的表示的方法 音高表示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简谱中音的高低 极其相互关系的基本符号 它一般为七个阿拉伯数字 就是这里的 大家来看一看 那么七个阿拉伯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数字 那么它对应的唱名就是Do Re Mi Fa Su La Si 还有那个汉字的写法 我就没有给大家再去写出来 那么只有这七个音的话 它是不能完全的表达这些众多的音乐风格的 是不是 那么在实际作品中呢 还有一些更低或者更高的音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在基本的音符上方 加上一个小点 就表示呢 这个音升高了一个八度 那么这个呢 就称为高音区 所以上面带点呢 我们称为高音区 那么中间不带点呢 我们就是中音区 那么有的歌曲呢 有的曲子像一些乐曲 但一个点它还不够 它可能上面去加两个点 加两个点呢 就是背 就是背高音 当然背高音不怎么常用到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去多说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 中间呢 是中音区 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中音区 那么再看下面的带点的地方 下面加一个点呢 就表示低了一个八度 低一个八度 然后呢 我们就叫它低音区 这就是低音区 那么如果下面还有带两个点的 下面带两个点的就是背低音区 背低音区 所以呢 这是这个它的音区的画方 分为高音区 中音区 低音区 不常用的上面带两个点的是背高音 然后下面带两个点的是背低音区 大家呢 需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可以去想一想 高音区带点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么中音区在中间下面呢 带两个点的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当你看到这些歌谱上面带点 上面带点 或者下边带点的 下边带点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了 哦 带点我就要高一点啊 下面就要低一点啊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知道Doremi Fasawashi 知道它的音区的划分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所以简朴中啊 简朴中呢 不论是音乐的基本音符 是高音还是低音 那么它七个阿拉伯数字啊 这七个阿拉伯数字 它所展示的唱名就是不变的 啥叫唱名啊 啊 这就是唱名啊 Doremi Fasawashi Doremi Fasawashi 就是唱名 那么数字啊 Doremi Fasawashi 我就没再去写了啊 所以呢 在简朴体系中 如果是 Doremi Fasawashi 或者下面 Doremi Fasawashi Doremi Fasawashi 或者下面 Doremi Fasawashi 它们的音呢 就像一个台阶一样啊 台阶一样 按高低次序进行排列 就称为音阶 什么叫音阶 这就是音阶啊 平时说我们要多唱音阶 什么叫音阶呀 这就是音阶 大家明白了吗 啊 这就是音阶 那么我们来看看音阶呢 它有上行音阶和下行音阶 什么叫上行音阶 什么下行音阶 上行音阶就是上楼梯 下行音阶就是下楼梯 你来看一看啊 上行音阶 我们来走啊 上一个台阶 Doremi Fasawashi 上行音阶 大家呢 可以跟我来唱一唱啊 我弹的琴 来试一试 大家唱一唱 这个上行音阶啊 放大一声 好 跟我来唱唱 我们上行的音阶 Doremi Fasawashi 好 那么再 我们再看来 再去下来 就是下行音阶 下行音阶就是 从上往下去唱啊 来 请跟着我的琴 来唱一唱啊 那么以上 我们讲的这些音啊 从 Doremi Fasawashi Do Si La So Fa Mi Rae Do 大家再看一看 我画的这个台阶啊 有一个不同的 大家看我画的 画的发啊 发这个台阶 还有吸这个台阶 它都是短的啊 稍微少 短一点的 这是呢 我特意给大家区别开来的 为什么 要这样啊 因为啊 在这种关系中啊 这个音阶中 只有 咪到发 和 吸到到中间 它是一个 半音关系啊 这样写 这是一个 半音 我老师 啥叫半音 啥叫全音关系呢 我这擦了 好像不太好 半音关系 啥叫半音全音 那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键盘啊 我给大家画了 一个键盘啊 那么你可以看看 这个 Do Re Mi Ba 那你看一看啊 在键盘中 相挨的两个音呢 都是一个半音关系 我的这个键盘 这里也是啊 包括看这里也行啊 Do Do Re 中间隔了一个 黑色的键 那么 那他俩 其实不是挨着的 他跟他是挨着的 然后这个跟这个是挨着的 这个跟这个是靠着的 这个跟这个是靠着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特殊的地方 Mi和Fa中间 他们两个中间 没有黑键啊 所以呢 他就少了一个半音关系 那么Mi Do Fa 就是一个半音关系 那么西Do Do中间 他也没有一个黑键 他也是一个半音关系 那么其余的 就是全音关系啊 全音关系 看看Do Do Re Do Do Re中间隔了一个半音 半个音加半个音 半个音加半个音 加起来就是一个音 所以Do Do Re 它就是一个全音关系啊 全音关系啊 那么 Do如果去找半音 就得找谁呢 Do找半音 就得找上面这个音了啊 Re找半音 Re找半音 可以去找这个音 也可以去找这个音啊 这就是它的半音关系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那么Re到Mi 是什么关系呢 Re到Mi 它也是一个 什么关系啊 考虑一下 是一个全音关系 对不对 Re到Mi 是一个全音关系 不是半音关系啊 是一个全音关系 谢谢观看